我死后第三年陪在妻子身边的仍旧是那句 我精心研发出来的仿生机器人 他的外观和我一模一样 记录了我生前所有的言行习惯 只是从来不会对他生气 所以妻子没有察觉任何不对 但却每晚都带不同的男人回家 试图激怒我想看见我极度到发狂的模样 直到有一天他的竹马白月光吧 我从阳台推了下去 妻子惊恐地发现我好像不会流血 哐当一声巨响 我重重摔在别墅院子的草坪上 身上似乎有零件掉出来了 推我的凶手趴在护栏前 庄模作样喊到右下不好了景泽哥跳楼了 江右下我的妻子 他听到这声呼喊不慌不忙地走来语气轻蔑 跳楼你说沈景泽他倒是会找存在感 居然想出这么蠢的办法来引起我的注意 行吧那我就成全他这一次 江右下的脸上没有分毫对我的担忧 反而像是施舍一般随意往楼下瞥了眼 明明清清楚楚地看见我倒在草地上没了动静 江右下神色仍旧毫无波动 可以了沈景泽别装了 我都过来跟你说话了 你也差不多该适可而止了吧 他以为他都这么说了 我一定会识去地爬起来 仿佛这是什么天大的恩赐 可是等了半天没得到他想要的反应 江右下彻底拉下了脸 他警告我沈景泽 你别点脸不要脸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旁边那个男人故意说 右下要不然我们下去看一眼吧 万一真出了什么问题呢 江右下冷笑这才多高 三楼又不是三十楼摔下去跟挠痒痒一样 难道还能要了他的命吗 这栋别墅一共就三层楼 正常掉下去大概率是死不了 但是会受伤啊 江右下好像忽略了这一点 又或许他只是不在乎我的死活 如果我真的死在他面前 他应该会更开心吧 可惜我早就已经死过了 没办法再死第二次了 时隔三年江右下还是没有发现 现在躺在地上的陪在他身边足足三年的我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 只是一个我精心制造出来的陪伴型仿生机器人 至于我本人攻略任务失败 系统已经让我的肉身毁灭了 灵魂倒是还停留在这个世界 甚至阴差阳错来到了这个机器人的身体里 我无法控制他的行为当然也不需要控制 因为无论是外观还是程序设定上 他都和生前的我几乎一模一样 他脑海里的芯片有我全部的记忆 我身上的关节零件错位 好像被卡住了一时间动弹不到 陷入了暂时的死机状态 江右下当然看不出这些异常讥讽的扬了扬眉毛 别装死了沈景泽难道还要我专程下去扶你 终于在他的嘲讽声中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程序重启过后总算能正常运行 只不过站字便扭极了 右下你看景泽哥的腿好像有点奇怪 是不是摔断了骨头 他年纪轻轻的身板哪有那么脆 江右下不以为意 是沈景泽脑子有病要往下跳 真摔出问题来了也是活该 自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阿爷你就别替这个蠢货担心了 再说了一个大男人断几根骨头又有什么关系 过段时间就养好了 别那么矫情 那个叫催野的男人扑斥一笑 对了 右下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咱们邻居家的狗从楼上摔下去 没一会就活蹦乱跳的 景泽哥应该不会连条畜声都不如吧 他一口一个景泽哥的喊我 话里却并无半分尊敬之意 江右下又不是傻子怎么会听不出来 他只是不在意别人如何侮辱我 因为这正合他意 尤其说这种话的 还是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竹马白月光 他们一起下来到院子里 催野故意跑到我面前 显得多关心我的样子 景泽哥你刚才真是吓我一跳 怎么这么想不开人没事吧 江右下则冷眼看着我怪异的站姿 除此之外身上还沾了不少泥土 衣服上都是树枝留下的划痕 看起来又脏又狼狈 似乎是觉得嫌弃江右下则了声没有靠近 他说沈景泽你这出戏真的演得很差劲 他又瞥了眼我摔下来的位置 草丛里有一块奇怪的 像是什么机械零件一样的东西 在夜色里反射出淡淡的金属光泽 他应该是看见了却没有多想 轻飘飘晚叹一句花草都被压坏了 真是可惜了 我知道他最在乎的人是催野 可是我不曾想到 原来院子里随意一株花花草草 竟然在他心中都比我的命更值钱 这些年的付出就像是一场笑话 沈景泽你干出这种事让阿爷都吓坏了 江右下伸手指着我 这样吧你给阿爷道个歉 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就不追究你跳楼的错了 听听这话有多么荒谬 跳楼竟然还成了我的错 是催野亲手把我推下楼 可他竟然要我和凶手道歉 我的语音功能还处在故障中 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沉默的样子令江右下更加不满 早不跳晚不跳的 偏偏等我带阿爷回来的彩跳 沈景泽你要是嫉妒阿爷跟我走得近 你就直说啊 江右下竟然还记得这栋别墅是我们的家吗 可他却三番五次肆无忌惮地带不同的男人回来 只为了羞辱我激怒我 想看见我极度到发狂的模样 只是注定要让他失望吗 这款机器人的诞生有一个最核心的设定 代替我永远爱江右下 所以他绝不会对江右下 露出丝毫冷脸和不耐烦 不会生气 不会吃醋 嫉妒 不会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任何意见 这不是江右下心中 最完美的丈夫应该有的样子吗 为什么他还是不满意 江右下是前天带崔也回家的 算起来那应该是我的忌日 我依然记得临死前我被病痛折磨地滚下了床 想拿止疼药可是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药丸撒了一地 还有我吐出来的血也撒了一地 我求系统帮我一个忙给江右下打电话 至少我想最后听一听他的声音一声就够了 江右下没接他去机场送崔也了 忙着和他道别 系统甚至给我实时转播了机场的画面 他们紧密地拥抱在一起 崔也还吻了他江右下只是微微偏头没有躲 任旁人看了谁都会以为这是 一对面对分离一一不舍的恋人 我脸色惨白沉默着激活了早就准备好的机器人 我闭上眼从此再没有睁开 系统替我清理好尸体 他问我宿主 你主动放弃完成任务的机会 替攻略对象转移了本该存在他身体的癌细胞 真的不后悔吗 我的灵魂漂浮着我说不后悔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就是攻略江右下 所以我一早就知道他认识他的时间不比崔也晚 只不过我一直在默默关注他 也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活泼善良的女孩 他会把零花钱都给乞丐会扶老奶奶过马路 有一次我装作遇到了困难 江右下看见了果不其然地帮了我 就这样我和他认识了也顺利地陷入了爱河 有一天江右下在约会时突然晕倒 我急忙送他去医院却被检查出他有遗传性的绝症 白细胞扩散很快大概没剩多少十日 只要我陪他度过完生命最后的时光 就算我任务完成 可是我做不到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他去死 我爱江右下所以我愿意把生的机会让给他 系统听完我的回答安静了许久 然后说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留在这个世界再多看看 就这样我的灵魂留了下来 整整三年江右下都没有发现家里的这个 我是假的 他越来越厌烦我回家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 每次回来他身边都会带着不同的男人 光明正大从来不避着人 整个圈子里都传遍了 我沈锦泽江大小姐的正牌老公 头顶上可以开一片青青草原 却屁都不敢放一个 简直是男人的耻辱 我苦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他之间 最后会变成这样屋外传来两人的对话声 右下这么晚了你还带我过来 锦泽哥看见了不会生气吧 让他吃醋了可不好 要不然我还是不住你这里了 江右下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不用管他 这个家一切由我说了算 沈锦泽不敢有任何意见 催也笑着夸他 不愧是江大小姐育夫有道啊 江右下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冷淡地喊我名字 沈锦泽赶紧给我出来 家里来客人了 你听不见吗 大门打开我走了出来 我主动弯腰给他们拿腰换的拖鞋 动作熟练仿佛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 江右下面无表情 倒是崔也有点不可知性地瞧了我几眼 像是见鬼一般 为沈锦泽你不认识我了 我看着他准确无误说出他的身份 崔也夸张地笑了起来 三年不见锦泽哥怎么转性了 变化这么大真令我惊讶 江右下唇角敏得更厉害了 目光嘲讽 他就是爱装以前什么德行谁不知道 好像当初那个小肚鸡肠 小心眼的男人不是他一样 现在表现得这么大度 我倒要看看能装到什么时候 以前我和崔也一向不对付 而每次起了冲突 江右下总是不问缘由地站在崔也那一边 活着的时候我会心痛难受 现在无所谓了 晚上吃饭崔也咳嗽了一声 江右下立刻吩咐我 还愣着干什么去给人倒水啊 我转身去厨房倒了杯温水 崔也不满意太凉了 我要喝热的最热的那种懂吗 于是我又去给他换了一杯刚烧开的 崔也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接过水杯时手一松 滚烫的开水洒在我的手背上 真幼稚 我这个机器人可是防水防烫的 可是江右下还不知道啊 在他眼里我还是个正常的活生生的人 正常人的皮肤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温度 阿爷你没事吧 然而江右下一开口关心的对象还是崔也 我没事 江右下景泽哥应该只是不小心你别怪他 江右下这才分给我一个眼神 你到底有什么用 城市不足 败市有余 连端个水都端不好 我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卑微地站在一旁 听他的训斥 你看这一幕多么的可笑 明明我才是这个家的男主人 却要端水倒茶地伺候他和秦夫 因为这是他的命令 是程序设定里最高级别的优先指令 我知道崔也和江右下曾经 带回家的其他男人不一样 他是最特别的 所以即便把他推我下楼的事说出来了 江右下也不会信的 我一拳一拐回到家里 时不时摸一下后脑梢 江右下忽然拧了你眉毛 叫住我沈锦泽 你真的受伤了 我停下来朝他摇头 以前我生病受伤 都会习惯性地瞒着江右下 不想让他替我担心 给机器人的设定 当然也是这样 江右下陷入沉思 可能是回想起了刚才 我坠地的姿势 确实是后脑着地 他叹了口气 仿佛做出了什么妥协 走近过来一下子拽开我的手臂 让我看看 不会被摔成傻子了吧 江右下伸手探去我的脑后 扒开头发 他摸到了轻微凹陷的痕迹 却没有摸到血 一点也没有 我从三楼摔下来 磕到地面 头骨都砸凹陷了 却没有流血 他的眼神 有些惊疑不定带着恐慌 视线久久定格在那里 最后竟是勾唇笑出了声 他一定以为 是我早就做好了防护措施 神井则卖惨 也该卖出点诚意来吧 跳楼假装受伤 你现在居然学会用这种手段 来博取我的关注 真是长本事了啊 他应该是在阴阳怪气 又好像不是回到房间 我躺在床上 机器人不需要睡觉 现在是在休眠 进行自我修复 没想到江右下回来 我没有 语音功能恢复正常声线 听不出一样 江右下神情冷淡 神井则都到这一步了 你还要跟我装下去吗 以前你明明最看不惯我和阿眼 你们一见面就要吵架 我知道你嫉妒他 所以说了你几句 让你别和他争风吃醋 你有必要记仇到今天吗 我不明白江右下 到底要我怎么做 他才肯满意 以前会因为他和别的男人 走得太近 吃醋闹脾气的活人神井则 他不喜欢 现在对他千一百顺的 机器神井则 他还是不喜欢 也许只要是神井则 他就不喜欢 我坐在床上 不解地看着江右下 他冷着脸 就这么爬上来 跨坐在我身上 他问神井则 你到底还爱我吗 这个问题该我问他才对 可我还是回答了 右下我会永远爱你 江右下稍稍缓和了脸色 他俯身靠近 趴在我胸口 听到的是我模拟出来的心跳 以及若有四无的 哪来的电流声 江右下面带狐疑 在屋子里环视一圈 却没太在意 神井则既然你说你爱我 那就用行动来证明 他伸手解向我的皮带 三年了 他第一次主动 要和我进行夫妻之事 江右下俯身吻了我 我从他的眼眸里 看出一丝惊讶 他可能在想 为什么我的唇这么凉 就在他要进行 下一步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 催野的声音带着虚弱 右下右下你在哪 我突然胃有点不舒服 你能不能送我去医院 江右下动作顿住了 他低下头 目光直勾勾望着我 眼底的情绪藏得很深 也很汹涌 长发从他耳侧垂落 向着木头人 不解风情地问他 右下 催野在叫你 你不出去吗 江右下似乎不太高兴 嗓音沉冷 沈景泽 你很希望我这时候出去 那催野怎么办 江右下冷吃一声 家里的管家和保姆 是死的吗 原来他也知道 家里还有管家和保姆 可他却一次次地 把我当成庸人使唤 伺候他 和他带回家的男人 沈景泽 只要你说你不想我去 我就不去 怎么样 可我告诉他 我完全尊重他的意愿 好 随你 于是江右下气得很了 翻身下床 再没有多看我一眼 他亲自开车 连夜送催野去了医院 系统又开始 给我实时转播 江右下不在别墅的每一天 系统都会像这样 给我转播 他在哪里 在做什么 医院 江右下陪催野掉水 温柔问他饿不饿 想吃什么 催野思考了惠儿 想吃海鲜面 以前听你说 景泽哥做的面很好吃 我能尝尝吗 当然 江右下拿出手机 开始打字 几乎下一秒 我就收到了他发来的消息 做一碗海鲜面 送到省中医院 怕催野挨饿 他还不忘交代 动作麻利点 当初江右下身体不好 我担心他 才专门去学的厨艺 他发朋友圈夸过我好几次 有客人来到家里 想让我露一手 江右下都会言辞拒绝 说我又不是厨子 这是只有他才能享受的待遇 终究还是变了 人变了 心也变了 当我拎着保温筒赶到医院时 催野已经靠着江右下的肩膀睡着了 江右下眼下也透着困倦疲惫 却不愿意睡 为了守着催野 一向最爱睡美容觉的他 甚至可以彻夜不眠 江右下冷冷看我一眼 这么慢 人都等睡着了 现在送来有什么用 倒掉吧 与鸡蛋的好像在说丢一个什么垃圾 我没有任何意义 点头硬好 江右下又突然开口 等等他皱着眉 抬起下巴指了指桌子的方向 放大吧 我刚要往那走 熟睡中的催野却突然伸长了脚 让我被绊倒在地 做好的面汤也尽数散了一地 江右下没什么表情 看着这一地狼藉 哎呀景泽哥 你怎么把医院的地板弄脏了 催野装作刚醒的样子 手摸着肚子 你就算不愿意给我吃 也不该故意浪费粮食 这是可耻的我刚要反驳 江右下淡淡开口 沈景泽 没听见吗 浪费粮食是可耻的 你自己把这些吃了吧吃 怎么吃 趴在地上像调狗一样的吃吗 我知道江右下是在故意羞辱我 他又在试图激怒我 可惜有尊严的世人 不是机器 在我蹲下身的那刻 将右下反到先路了 沈景泽 他猛地站起身 拽住我的衣领 你发什么疯 这么多人看着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 从医院回到家 江右下一直处在气头上 就连崔野也只能分到他半个好脸色 能有半个 已经很不错了 以前江右下发起火来 可是六亲不认的 崔野来到我面前挑衅 沈景泽 你现在的样子真是木讷又无趣 难怪右下不喜欢你 换做是谁都会厌烦的 一直霸占着不属于你的位置 得不到一个好脸色 也挺没劲的吧 这番话被江右下听见了 崔野有点心虚 但或许是江右下一直以来的偏爱 给了他底气 他哽着脖子继续说 右下 你别怪我多嘴 景泽哥只是一个无业游民 什么都不会 这些年全靠你养着 这么废物的男人 根本配不上你 我看着江右下 他没有反驳 自从五年前 我转移了江右下身体里的癌细胞 我就辞掉了工作 在外人看来 我确实是一个无业游民 全靠江右下养着 可是我躲在地下室里 不分昼夜的进行我的研究 我本就有天赋 有这方面的兴趣 在系统的助力下 我早就是本世纪最神秘 也最厉害的天才发明家了 随便一件作品 就能卖出千万美金 江右下的公司 遇到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时 是我在暗中帮他 然而此刻 我却听见江右下说 阿爷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也很感谢你当初拿出一根意 帮替我填补项目窟 沈景泽永远没办法像你这么厉害 但我和他毕竟还是夫妻 我养着他 也就是多一张嘴的事 催也没办法 愤愤地走了 江右下看我一眼 随手拉开一张椅子坐下 他喊来了管家 林管家 麻烦帮我核实一下 沈景泽这三年来的开销用度 我不懂他是要干嘛 是要和我算账吗 林管家抹了抹额头的汗 江总 沈先生这三年来的开销用度 您给了多少 他就用了多少 一点没剩 对 一点没剩听到这里 江右下毫不意外 他讽刺道 沈景泽 你看看你 多需要我啊 没有我你可怎么火 见我不说话 林管家彻底松了一口气 其实最开始 江右下这么对我 家里的下人都还挺同情的 久而久之 他们发现 江右下是真的不管我了 所以他们对那笔买菜钱动了心思 江右下给钱大方 起初 他们只偷偷摸摸摊了一小部分 尝到甜透了还没被发现 他们越加胆大妄为 到后来 摊一半 再往后 索性全私吞了 如果我问起来 只要说江右下没给就行了 反正我那么好骗 反正江右下也不会管这些琐事 反正 我不重要 江右下对我的态度转折 有两次 一次是五年前 一次是三年前 当初 我不顾众人劝阻地上辞职信 放弃有大好前途的工作 江右下听说了这件事 问我原因 我说 我累了 只想过那种在家游手好闲的生活 不想再那么拼命了 反正右下你是江家大小姐 养着我也不碍事吧 江右下愣住了 似乎不敢相信 这是我说出来的话 毕竟曾经 也是我亲口承默他的 我要赚钱养他 让他不用那么累 景泽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点头 好江右下答应了 只是看我的眼神 却带着满满的失望 他走后 我捂着嘴 咳出了满手的血 系统说 癌细胞已经到我身体里了 但是他控制了扩散的速度 让我不会那么快死翘翘 我擦了擦嘴角的血 轻声说了句谢谢 系统都开口了 这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 但我不放心 还是拉着江右下 又去医院体检了一次 江右下的报告非常健康 我低头看着我的那份 在一片静默中 听见江右下问我怎么样 我随手把报告揉成团 塞进口袋 跟你一样 很健康 江右下敷衍的硬了一声 我脸上却没有开心 而是皱着没抱怨 你非要来做什么体检 浪费时间 你现在是闲人一个 我可不一样 没空陪你瞎好 我揉揉鼻子 等江右下走后 把那张癌症报告撕碎 扔进了垃圾桶 被病魔缠上 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以为我足够坚强勇敢 可以一个人抵抗 我错了 当我痛到倒在地上 直打滚的时候 我多么希望 江右下能陪在我身边 可是不行 不能告诉他真相 那样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于是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痛的时候 打电话给他 听一听他跟我讲话 他的声音 就是我的良药 右下 右下 我强撑着喊他的名字 大部分时候 江右下都会耐着性子回应我 景泽 我在工作 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再说好吗 我说 右下 我好想你江右下无奈地笑了 他说 他也想我 然后对着电话拨了一口 我也笑 身体好像也没那么痛了 可是后来 再打过去 电话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好不容易拨通 对面传来他冷冰冰的嗓音 沈景泽 你能不能别烦 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 没空搭理你 我猴头像是被塞了团棉花 又堵又色的难受 右下 我 生病了怕他担心 我急忙补充道 你放心 不严重的 我吃过药了 我就是想你能不能陪陪我 不会耽误你太久 就陪我说几句话就好了 可以吗 我卑微地祈求他 这句话一出口 我以为江右下 好歹会关心一下我的病情 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他的破口大骂 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生病吗 既然吃过药了 那就好好休息 跟我说有什么用 我又不是医生 我委屈地说 右下 我只是想你了 江右下沉默两久 最终叹了口气 他说 行了景泽 你不就是知道阿爷今天生日 故意想出装病这一招 想骗我回来 我跟阿爷只是一起吃个饭 你就别闹了行吗 你这样真的让我觉得很烦 我的心顿时像被千千万万跟针扎一样疼 好 右下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艰难地说出这句话 可是不等我说完 那边就已经先想起了嘟嘟的盲音 后来我再也不闹了 每天都在专心搞研究 我想等我死了 还能有人照顾江右下 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于是这款陪伴型的仿生机器人诞生了 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用途 就是替我陪着江右下 功能齐全 但也有容易露线的地方 如果江右下多关心在意我一点 他肯定早就能发现了 三年前 江右下送完崔野出国 回家偷偷躲起来哭了很久 他似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他跟崔野之间的感情 已经超出了朋友的界限 可是太迟了 他已经和我结婚了 景泽 沈景泽 你在哪 江右下擦干眼泪 在家里四处寻找我的踪迹 他还不知道 在他和崔野机场吻别的那会儿 我已经死在家中了 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 只是一个代替瓶 右下 我在这里江右下一把抱住我 声音透着哽咽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万一我哪天要和你分开呢 你会怎么办 我会死的江右下抿了抿唇 抬起头来 什么死不死的 你明明知道 我爸妈都因为遗传病去世了 我很讨厌别人跟我提死亡这件事 为什么你还要拿这个威胁我 不是威胁 是真的够了沈景泽 江右下冷下脸 我跟你真是无话可说 那之后 他和我陷入了单方面的冷战 江右下有近一周的时间没回家 系统告诉我 他去国外找崔野了 他们一起爬了雪山 一起在海底浮前 一起朋友之名做经浪漫的事 就是没有越过最后那步底线 但也没差了 精神出轨也是出轨 系统又一次问我 后悔吗 这次我沉默了 江右下回来后 倒是很坦白地告诉我 他这段时间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他还向我保证 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跟崔野 好好到个别 他们以后不会再联系了 我的反应和他想象的不同 没有吃醋 没有质问 只是温和地询问他 出国一趟累了吗 要不要给他按摩一下 江右下有点慌了 他担心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景泽 你真的不生气吗 嗯 不生气后来将右下发现了 无论他干什么 我都不会生气 永远是那副温和耐心的样子 像个没有感情的傀儡木 他厌恶极了 他以为 这是我故意装模作样报复他 他带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回家 一次次试探我的反应 还是那个样子 一点效果都没有 无数个夜晚 他都掐住我脖子 歇斯底里的质问 你为什么不嫉妒 沈景泽 你为什么不嫉妒了 以前你不是最看不惯这些的吗 现在装成这大度的模样 给谁看 直到崔也回国 将右下把他带了回来 我竟然跳楼了 将右下欣喜若狂的以为 我终于装不下去了 可惜 他错了 那么多事 一装装一件件 他错的离谱 我都无法想象 知道真相的那天 他会是什么反应 崔也又来怂恿江右下了 他现在索性装也不装了 充分暴露出对我的敌意 只要你提出离婚 就不用再养着这个窝闹废了 右下你这是何苦呢 我听说你们婚前财产做了公正 离婚也不用担心 被他分走一半的钱 他们就这样 当着我的面 开始商讨离婚的事宜 像是终于想起了我的存在 将右下偏过头 问我 沈锦泽 我要离婚 你同不同意 我又向系统申请 帮我更改一下机器人的程序 让他同意 将右下和崔也 是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 而我只是个半途出现的外来者 是我不该介入他们之间 最后落的这个下场 也算我就有自取 所以我决定成全他们 将右下定定的看了我很久 最后拍了下手 那行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正式离婚还需要30天的冷静期 从明正局出来 将右下一直在走神 似乎在想事情 一辆突如其然的大卡车冲撞过来 几乎是瞬息之间 将右下已经被我推了出去 等他反应过来时 我已经被撞飞出去十几米远 将右下表情呆滞 仿佛不可置信刚才发生的这一切 沈锦泽 他大声呼喊我的名字 用最快的速度跑过去 本以为会见到我倒在血泊中的样子 可是映入眼帘的 是一地零散的机器零件 将右下完全呆愣住了 伤心难过的情绪被迫中断 取而代之的是茫然 无比的茫然和震惊 沈锦泽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会流血 你的身体到底怎么了 将右下像疯了一样 冲过来抱起我 看着我断掉的机械手臂 他颤抖着声音问 你截肢了 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都不和我说 我摇摇头 安抚他 我没事 右下 你别哭 我习惯性伸手 想要帮他擦眼泪 可抬起来的 是那条已经断了的机械右手 一刹那 将右下的眼泪更加汹涌 嗯 没事的 会没事的 景泽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一定会好起来的等来到医院 迎接将右下的又是一个恶好 他呆呆地问医生 您说治不了 是什么意思 医生看了我一眼 摇头叹息 于是 我们医院是治病救人的 他又不是人 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将右下大声质问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那是什么 是机器人 一个教授模样的男人如此说道 将右下嘴唇如动 重复了一遍 机器人 放眼当下 全世界能造出这个东西的 只有那位大师了 那位大师 代号C 将右下当然也听说过 西的鼎鼎大名 国家级保密人才 他花重金派人去联系 始终没有结果 他当然联系不上 因为C已经死了 就是我本人 将右下把断了手的我带回家 还有那一堆 从事故现场收集的零件 崔爷也听说了这件事 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沈锦泽是怎么搞到 戏大师的作品的 那可是有钱 都不一定能买到的 将右下垂眼沉默着 崔爷继续说 右下 这么重要的是 他居然瞒着你 将右下的眸光闪了闪 终于有了反应 你想表达什么 右下 你有没有想过 沈锦泽早就被板你了 崔爷伸手戳了戳我的身体 这是个假人吧 不知手臂是假的 全身上下都是假的 真正的沈锦泽 早就抛弃你跑得不知所踪了 不可能 你胡说 将右下眼眶红得不像话 不肯相信这个事实 崔爷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把小刀 在我另一只手上面又划了一刀 将右下来不及阻止 就见破开的皮肤里面露出机械金属的质地 没流血 我也不喊痛 将右下彻底疯了 他推开崔爷 带着哭腔 沈锦泽 痛的话你就说啊 你是会感觉到疼的对不对 极度崔爷你就跟我发脾气 你说你不喜欢我这样做 我就不这样了 锦泽 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说呢 为什么 因为程序里没有这项指令 因为现在的沈锦泽 只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 只是为了守护将右下而存在的 爱他的是我 机器人没有心啊 没有心 当然不会有极度祸恨的情绪 机器人不会痛 可是我会 你的关心来得太晚了 将右下 崔爷用小刀 直接捅向了我的脑袋 发出滋滋辣的电流声 右下 现在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活人的脑子可不长这样 崔爷把我的头颅组成部分给将右下看 交缠的电线中 有一个小小的芯片 将右下双目星红 颤抖着声线 沈锦泽 不 你不是沈锦泽 可你如果不是沈锦泽 那真的沈锦泽又在哪里 我陷入了程序故障 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崔爷说 右下 你可以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 沈锦泽为什么要放一个冒牌货在你身边 不就是怕你发现吗 只有做了亏心事 才怕被发现 所以啊右下 你清醒一点吧 沈锦泽都不要你了 你还在这为他哭得死去活来 将右下总算消化了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感觉整个世界都天崩地裂 他声音沙哑 阿眼 你说他是不是觉得这样耍我很好玩啊 看我被骗的团团转 他一定得意极了吧 我都已经死了 死得透透的了 有什么好得意的 将右下用手背重重抹了把眼睛 在抬眼时 眼底只剩冷若冰霜 我要找到他 挖第三尺也要找到他 将右下第一时间 带人去了我从小生活的孤儿院 我来到这个世界 无父无母 院长妈妈和孤儿院里的其他孩子 就是我的家人 我有眼睛的小时候 我们吃不起饭 院长妈妈为了这个孤儿院 能顺利开下去 跪在那些负伤面前 磕到头破血流地求他们 好不容易才苟延残喘至今 能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港湾 可是现在 将右下让人砸了食堂的饭珠 拆了宿室的床 推倒孤儿院的外墙 他要让那些孩子无家可归 沈景泽呢 让他滚出来 院长妈妈被气到心脏病发作 仍旧撑着一口气 景泽 他不在这里 他好多年没回来过了 三年 我死了以后 就再也没回来过了 将右下冷笑 是吗 我不信 继续给我砸 小孩们被吓得瑟瑟发抖 锁在角落 有一个大点的男孩跑出来 想要阻止他们这样过分的行为 崔也上前 一脚踹开他 你们这些小杂种 肯定是身上流着肮脏的血 才会被扔在这里 没爹没妈没教养 鬼远点去 这话不仅侮辱了那些孩子 也是在拐着万儿的骂我 而将右下就在一旁冷冷看着 无动于衷 系统还是问我那句话 宿主 后悔了吗 嗯 后悔了 终于听见你说后悔了 那好 我再动用最后的权限帮你一次 复活是做不到了 但是我可以恢复这个世界原有的样子 将右下回去以后 又把整个家都翻遍了 灵管家把在草坪里捡到的机械零件 交到将右下手里 这是那天崔也推我摔下楼时 无意掉落出来的 当时将右下就看见了 只是未曾多想 现在再见 他接过来 用力捏紧手心 金属片几乎要割破他柔嫩的皮肉 他把这样东西丢到我的零件堆里 忽然顿了顿 他注意到了那枚小小的芯片 他刚拿起来 陷入思索 又有庸人慌慌张张的跑来 说 发现什么了 江总 要不您还是亲自去一趟地下室吧 将右下狐一的皱了下眉 他在这住了这么多年 当然知道这栋别墅还有一个地下室 只是他一直嫌那地方阴冷潮湿 从不爱踏足 将右下起身跟在庸人身后 来到地下室 大门打开 满是高科技的作品映入他的眼帘 上面无一例外 全都印着一个字母锡 将右下神情空白 麻木地走进去 伸手去摸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 他往里走 来到一个造型奇怪的电脑前 上面一个读卡区 他试着把芯片放了上去 他看见了我的记忆 七岁 我第一次见到江右下 那时候他身边还没有崔野 可我不敢和他搭话 十岁 崔野第一次出现在江右下身边 我更不敢上前了 十四岁 我终于和江右下说了第一句话 他帮了我一个忙 我红着脸说了句谢谢 那时候 年少的记动就已经很强烈了 十六岁 我拿到了大学保送录取通知 终于有底气向江右下表白了 他说 等成年就答应我 十八岁 我们在一起了 度过了无数值得铭记的时光 有欢笑也有眼泪 二十岁 江右下被查出身患绝症 我向系统祈求 替他转移了癌细胞 二十一岁 我通到死去活来给他打电话 他在陪崔野 二十二岁 我死了 他在和崔野机场吻变 在后来的事 江右下都清楚 是今年连我最后留下的机器人 也被他弄坏了 眼泪啪哒啪哒砸下来 嵌在电脑的控制台上 江右下慌乱的用手去擦 却发现越来越多 怎么也擦不干净 景泽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他绝望的向我道歉 对着这一地的机器零件 七零八落的 像是我早就支离破碎的一颗心 江右下一直待在这个地下室 不吃不喝 他醒了就开始抱着我的机器零件 对着电脑一遍遍反复观看我的记忆 看累了 就到在这里随便秘一会 连梦里都在叫我的名字 崔爷来找过他 右下 你到底怎么了 你这样下去身体会搞坏的 搞坏 身体 对 景泽的身体被我搞坏了 江右下自言自语着 像是疯了一样 他看到崔爷的脸 突然清醒了 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冰冷的几乎可以杀人 崔爷吓了一跳 有些慌张 右下 是你 都是你的错 如果你不存在 我和景泽最后也不会变成这样 该死的人是你才对啊 听江右下这么说 崔爷也明白 他是发现了真相 他露出一个残忍的笑 右下 你怎么能怪我啊 这难道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沈景泽已经死了 你以后就跟了我吧 我会对你好的 也会好好经营你们江家的公司 你就放心吧 江右下随手拿起一个金属刀片 就向崔爷捅了过去 似乎没料到他会这样鱼死网破 崔爷没有防备 被捅中了妖夫要害 临死前 他还在说 就算杀了我 沈景泽也不会活过来了 你闭嘴 你闭嘴啊 江右下又一刀扎进他的脑袋 血和脑浆喷了出来 是啊 这才是正常人的脑子 他看着这一幕 不觉得害怕 反而又哭又笑的 他闭上眼 给自己的脖子也来了一刀 再一睁眼 江右下回到了二十岁 他晕倒在街上 被人送到了医院 同时还被检查出得了绝症 他一把抓住给自己检查医生 迫切地问 沈景泽呢 我老公 不对 我男朋友在哪里 医生看他的目光带着同情 小姑娘 是一个老大叔送你来的 他应该不是你男朋友吧 江右下挫败地松开手 不是 我男朋友跟我一样大 出院以后 江右下来到学校 他问同学我在哪里 同学们看他的眼神都带着怪异 我们学校 并没有一个叫沈景泽的学生啊 江右下僵住了 他不可置信地抓着路过的每一个 问我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我 他去找了我的孤儿院 院长妈妈也说 从来没有过叫沈景泽的孩子 他还去找了崔爷 问他有没有看见我 崔爷不理解地看着他 右下 你是不是梦魇了 哪有什么叫沈景泽的人 是你幻想出来的吧 你就算不喜欢我 要拒绝我 也该编出个像样的理由来 话音刚落 江右下就给了他一巴掌 同时眼泪也流了下来 他痛苦呢喃着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而我 仍就是灵魂的状态 默默看着这一幕 从此往后 江右下也要承受那些 原本就该属于他的病痛折磨 直到死为止 他的世界 再也没有关于我的存在 除了他自己的记忆 一丝一毫的痕迹 也没有给他留下 系统最后对我说 宿主 到时间了 一路走好 白事再见 我竟然从他的机械电子音里 听出了几分不舍 我笑了笑 转身踏入轮回 第一章完 第二章回家相亲后 被女友戴了绿帽子 女朋友把我绿了 在我回老家应付相亲的第一天 点开陌生号码发过来的视频 画面中的女友妹抬横生 交喘连连 一点都不像那个 我追了整整一年 才答应跟我在一起的高冷女神 兄弟 女朋友不错 艳福不浅阿强 我看着短信微微皱眉 长按删掉了这条信息 肯定是谁不小心发错信息了 相亲对象 这时也准时到达 我连忙收起手机勾起微笑 我的目光定在女生脸上 用余光把人打亮了一遍 她长相清纯 身材火辣 跟我女朋友有一拼 您就是李小姐吧 我是李沈介绍的 叫顾名李琴的脸上 还挂着些许不耐烦 看得出来 跟我一样是迫于应付家里 无奈出来相亲 不过她看到我愣了一下 随后收起不耐安静落座 你好 我是李琴 我微笑点头 刚毕业一年工作才算稳定 在社会只能算是一个毛头小子 在老家却变成了大龄盛男 爸妈听说我还单身极坏了 连忙脱关系请人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其实我有一个在一起半年的女朋友 只不过我们俩都才刚毕业 不想这么早就面对家里催婚 所以对外一直声称自己单身 好在女友足够通情达理 听到爸妈逼我相亲也不生气 同意了我回家相亲应付父母 想到女友 我脸上的笑意更控制不住 李琴把单子递给我 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我赶紧收回笑容 打算把这件事跟她解释清楚 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李小姐 叮铃铃 她的手机突然响起 她低下头看了一眼 对我示意一下就去接电话了 我也打开手机 准备跟女朋友发信息报备一下 手机刚解锁 就收到了一条短信提醒 我仔细一看 发现还是刚刚那个给我发信息的号码 我照眉点进去 想回复她发错人了 结果发现这次发过来的是一个视频和几张照片 抱着好奇的心态点了进去 想看看这个给别人戴了绿帽子的人 怎么这么猖狂 还敢发视频 是挑衅视频吗 抬头看了李小姐一眼 发现对方已经站在外面路边的世界上了 没有个十分钟应该回不来 视频一直显示加载中 照片也披着模糊的外衣 正在我不耐烦想要退出的时候 视频终于加载了出来 首先传出的是高亢嘹亮的交传声 啊 我吓了一跳 连忙关闭视频 左右看了两眼 发现没人关注我这边 我才放心的继续看了起来 画面入眼 是女人令人血脉喷脏的身材 我忍不住倒吸口气 玩这么大 随着镜头向上转移 女主角的正脸逐渐显露 我的表情也彻底僵硬在脸上 这谁 把视频放大再放大 视频里的女主角居然是我女朋友 我再也不能维持表面镇定 直接把电话拨了过去 什么玩意 我必须搞清楚 到底是谁给我发的这个视频 就算是恶作剧 未免也太让人恶心了 嘟嘟嘟 可惜不管我拨过去多少次 对面始终无法接通 草不管是谁的恶作剧 这场相亲都进行不下去了 我看像还在打电话的李晴 忍耐着烦躁的心情 出去跟他打了个招呼 虽然是五一假期 但看他这么忙 也知道是打扰他的正常生活了 一句话不说就离开的话 有点过于没礼貌了 李晴见我出来 面带惊讶 但碍于电话对面的人 一直在说着什么 他没有办法开口跟我讲话 我也没有心情等他忙完 试一下就离开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回家 又给对方打了几个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给女友发的信息也没收到回复 我心里的烦躁在此刻达到顶峰 忍不住打开视频 重新仔细看了一边 努力说服自己 这肯定是AI合成的 可惜跟女友在一起这么多年 她的每一个微表情 我都了如指掌 再三确认后 确定视频中的是唐蕊不错 想到女友把我们两个人的恋爱关系 藏得严严实实 朋友圈也从来不发我们两个的照片 我还真以为 她不想早早的就被催婚 我真是个傻逼 怪不得这次回来相亲 她十分爽快大度的接受了 原来是趁着我不在 忙着给我戴绿帽子 我的心里说不上来的滋味 委屈 心痛 难过 但最大的情绪是愤怒 老子身高185 八块腹肌 体力好耐力高 居然还给我戴绿帽子 上学的时候追我的女生无数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这时 出门买菜的妈妈也回家了 她见我在沙发上坐着 疑惑开口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 怎么样 相亲还顺利吗 我连忙把手机按面 这么糟心的事不能告诉爸妈 免得他们为我担心 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突然有点事 没相成母亲一听这话瞬间炸了 怎么就没相成呢 你黎沈给你介绍的这个对象 条件多好啊 不行 我得给黎沈打个电话 让她带你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我无奈叹出口气 随他们去吧 糟心事够多了 不想因为这个跟爸妈吵架 妈妈放下东西就急匆匆出门了 是我独自在家待了两个小时 中间有尝试过联系女友 可平时最晚十分钟内 也会回信息的女朋友 这次却怎么都联系不上 我内心对她的最后一点期望 也化为乌有 看着这个一直打不通的陌生号码 我专门托人查了这张卡的注册信息 结果发现注册这张卡的是一个 年过五十的少数民族 肯定是号码主人专门买了恶心我的 就在我看着手机胡思乱想的时候 手机又收到了提示印 我打开一看 居然是我在金市住的房子主卧 是曾经跟唐蕊温存缠绵的小窝 看着这张照片 看着躺在床上的女朋友 填静的睡眼 我恨不得立马订票赶回金市弄死这对狗男女 是可忍孰不可忍 被人欺负到这个份上 谁在忍谁是孙子 说做就做 我从卧室把行李箱拿了出来 因为昨天晚上刚到 行李箱的东西还整齐地放在里面 属于拎上箱子就能走 我一边大步往外走 一边打开手机搜索回金的路线 结果卧上门把授 就撞上了李沈和我妈 两人脸上带着客套的笑容 我妈轻易地拉着李沈的手 我妈打开门走了进来 见我手里拎着行李箱 脸色一下就阴沉了下来 你要去哪 我心中叫苦不迭 怎么就这么巧撞到他们回来 眼看我妈脸色越来越差 我连忙编了个理由 啊 我刚刚正准备把行李箱的东西拿出来 就听到门外你们的声音了 这不是想帮忙开门吗 母亲听后脸色好转 最好真是这样 我刚刚跟李沈商量好了 你现在就去秦秦家陪李道歉 不要耽误了 错过这么好的女孩 看你爸回来会不会打断你的腿 我转头看李沈一眼 奄奄打好 小顾啊 你可别嫌你麻烦 还记得跟你从小玩到大的剑帮吗 孩子都会跑了 我回忆了一下 想起了那个初中就辍学混社会的发小 他孩子会跑了很正常 我才毕业一年 如果有个会跑的孩子才不正常吧 李沈跟我是邻村的 我开车在这李沈 五分钟就到李沈家门口 李沈放下看了一路的手机 艰难的在副驾挪动身子 哎呦 这车空间太小了 坐得我浑身不舒服 我表面不好意思的笑笑 内心忍不住吐槽 唐蕊九十多斤的身材坐在副驾刚刚好 您快二百斤了坐着能不挤吗 心里虽然这么想 但还是走下车把副驾的座椅调了一下 一会儿回去还得坐呢 别再又急着回去 他直指对面虚掩的大门 秦秦他爸妈出门有点事情 现在就他一个人在家 一会儿沈替你说几句好话 这次你可要好好聊 我扶着他下了车 无奈的点了点头 李沈下了车直奔李沈家 门都没敲就进去了 秦秦 但你松手 门还没关呢 与人交喘连连 话语欲句还迎 李沈到嘴边的话突然说不出口了 我跟他面面相去 一时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房间里传来的声音越来越暧昧 发出的动静逐渐不可描述 我先一步冲出院子 心事重重的上了车 李沈比我慢一步 他变得异常安静 调好的副驾也不做了改坐后排 也是五分钟 我和李沈怎么过来的又怎么回去了 我把车停在楼下 李沈肚子一人先上楼了 我坐在车里抽了一支烟 看着烟雾慢慢升腾到空中 再慢慢消失不见 我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短短两天时间 我的生活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先是被自己真爱的女友背叛 戴绿帽子 随后又当着媒婆的面 间接被绿 虽说只是相亲关系 但在他们眼里 是有很大的发展可能的 说不定在李沈家里的 就是他男朋友 不管是哪种可能 这接二连三的事情 都搞得我心情糟透了 实在没心情开车回去 于是打开手机 查起了回京市的车票 当天的车次已经没有了 时间最快的是明天下午的 我买了一张明天下午的票 经过这一通折腾 我心里的愤怒 已经全部化为无奈 香烟的最后一节灰 被我用指尖弹落 黎神也在 这时神色匆忙的下楼 离开了小区 我知道逃避没有用 打开车门回了家 打开门的瞬间 我看到了爸妈紧张的神情 他们罕见的一句话没问 爸妈 我订了明天下午的车票 相亲这件事 我觉得还是先放一放 把爸妈神色一正 母亲想开口说什么 却被父亲拽了一下 我妈轻轻瞪了我爸一眼 看着我小心翼翼的开口 好 不香就不香吧 这事以后再说 我点头喊了一声 勉强算是因祸得福吧 滑动着微信的聊天见面 唐蕊到现在都还没回我信息 翻看了他的朋友圈 最新一条 还是我在京市的时候 和他一起吃饭时拍的照片 看着女友精心包装过的朋友圈 我还是不敢相信 这是视频里放浪娇媚的女人 就在我滑动朋友圈的时候 那个陌生号码 又发来了几条信息 我眼神一灵 立马把电话拨了过期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我狠狠地盯着手机 不敢相信他这么快 就把手机关机了 看着短信上的红圈 我已经能预判到 他发过来的是什么 但还是自虐般地打开信息 看眼我姓冷单的女朋友 在他身下是多么的芳芒 这次发过来的还是视频 不过背景却有了变化 女主身形也跟唐蕊不一样 我疑惑地退出 确认了还是那个陌生号码 不明白这个人 为什么会把别的女人的视频发给我 这次的女主角 居然是李晴 就在刚刚被我和李沈 撞见奸情的李晴 我想到了什么 立马掏出钥匙往外面冲 随后又冷静了下来 这个男人明显是冲着我来的 他既然敢给我发这个视频 就代表他这个时候 一定已经离开了 但我更加想不通的是 他怎么能这么快 往返于京市和林市之间 除非他发给我的视频 不是同一天拍的 李晴的绝对是今天才拍的 因为他的衣服和妆容 都和今天相亲时一模一样 那跟唐蕊的视频 肯定就是之前拍的 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恶性 同时内心又十分害怕 他跟踪我 而且万一这个人有病怎么办 带着这样的坠坠不安 我终于踏上了回京的高铁 我不停地用手机摆渡 会不会得病 得病后的症状是什么 下了车的第一件事 也是先去医院做检查 强迫自己 忽视医生好奇的目光 做完检查后 就坐在旁边等检查结果 等结果的过程中 我已经脑补了几万种结局 甚至祈祷老天爷 如果没感染的话 就不跟唐蕊计较了 也不知道是老天爷 真的听到了我的祈祷 还是我运气好 检查结果出来后 医生扫了一眼 就告诉我没有问题 除了有点最近 因为精神紧绷导致的上火 其他指标都非常健康 我终于放下心来 长出一口气 打车回了住的地方 至于唐蕊 我肯定是不会原谅他的 我发现认识两年 追求一年 在一起半年 都没有看透这个女人 到底是我太笨 还是她太会隐藏 站在房门口 我甚至没有勇气 打开这扇门 而且唐蕊到现在 都没有回我信息 我心乱如麻 强迫自己打开了房门 意料之外的 房间里居然没有人 我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 卧室里也看了 确实没有人 我正正地坐在客厅沙发上 自己也分不清此时 是生气还是松了一口气 唐蕊不在家 他会去哪呢 为什么 没给我发的信息 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 他向来喜欢旅游 走之前 好像提过要去哪个国家 这样也好 给了我足够思考的时间 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下午 最后终于做了个决定 那个男人既然是冲着我来的 后面肯定还会有其他动作 敌人在暗我在明 唯一的办法就是稳住心态 慢慢把这个男人揪出来 想到这里 我立马从准时达 下单了一个小型监控 混着其他物品一起送上了门 为了确保房间内 没有被那个变态装监控 我先是把电断了 随后用手机红外扫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监控设备 随后放心地拿出 自己买的微型摄像头 装在了客厅和卧室交界处 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唐蕊 男人如果发现 我没跟唐蕊闹翻分手的话 后面肯定还会有其他行动 我实在不理解 这个变态男人这样做的目的 只把他归结为看我不顺眼 但是我刚出来工作一年 在公司里也没有关系 特别不好的竞争对手啊 想不通的事暂时就不想 我把卧室里的床单被照全扔了 换上了刚在准时打买的新床单 如果不是怕动作太明显惹人怀疑 我甚至想把床也扔掉 一想到唐蕊跟别的男人 在这张床上翻云覆雨 我就恶心地睡不着觉 天边慢慢被染成黑色 喧嚣了一整天的小区逐渐安静下来 房间随着夜幕变成黑色 我也渐渐有了点睡意 大概睡到三四点钟的时候 房门传来开锁的声音 我一下被惊醒了 起身打开灯去看什么情况 一 你回来了 熟悉的嗓音在不远处响起 我的眼睛渐渐适应明亮 看到了站在玄关处的唐蕊 睡意猛地消散 我的大脑一下子清醒起来 看着他穿着火辣 妆容精致 我忍不住开口讥讽 我还想问你呢 给你发信息为什么不回 唐蕊一拍脑袋 拿出手机递给我 我跟星星去海边玩 手机不下心掉海里了 他的表情带着些许懊恼 我以为你不会这么早回来 想着回家后再给你发信息呢 我深深看他一眼 勉强接受了这个理由 他拍了拍脸颊 禁止往卫生间走 不跟你聊了 我要困死了 其他的明天再说 我没回答 而是看向了他带回来的行李 一个十四寸行李箱 外加他出门必带的化妆箱 我走过去把行李箱打开 想看清楚他都带了些什么东西 箱子里只有几件衣服 一个夹板 和一个吹风机 我松了口气 正准备把行李箱合上 手背却不小心碰到了一个 有棱角的硬物 仔细看一下 才发现在行李箱内侧 还有一个隐形拉链 扭着眉头把拉链拉开 一盒以拆封的杜蕾丝 赤裸裸地出现在我面前 卫生间热水烧得好慢啊 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乱翻我的东西 唐蕊猛地冲不来 把我推到一边 咔的把箱子合上 他的脸边因为情绪激动 浮现了淡淡的红色 我从地上爬起来 拍了拍裤子上不存在的灰尘 怎么 我以前又不是没帮你收拾过行李箱 为什么这次这么生气 唐蕊皱着眉把箱子拉得死死的 神情带着些许不自然 这次不一样 里面有新兴的私人物品 我感觉特别疲惫 不想再继续追究下去 只淡淡地点了点头 不跟他分手 是想弄清楚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现在跟他大吵一架 又或者刨根问底的追查 只会不利于后面的行动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无意间撇到了唐蕊 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心面一动 从网上下单的最新款手机 明天一早就能送到 这样就有理由查他的手机了 唐蕊因为我私自翻他行李箱的事 对我十分冷淡 一直到躺在床上 都没跟我说一句话 我因为马上就能查到 变态男激动的一整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 门铃声一响 就立马把门打开 我买的手机到了 唐蕊睡得迷迷糊糊的 我把手机放在他床头边上 蕊蕊 别生气了 我特意买的最新款的手机给你 那个就斗局丢掉好不好 他模糊硬了声 好收到回应 我立马收拾东西离开了房间 等他清醒了 肯定不会让我碰他的手机 趁现在赶紧查 我大学学的计算机 现在做的也是编程类的工作 把一个被水泡的手机修好 完全是小意思 因为被带绿帽子过于丢人 我没好意思去兄弟开的工作室 在路边找了个手机维修店 借用人家工具修了一下 兄弟 你够专业啊 你这手法比我师傅还牛逼 维修店的店员 看着我的手法目瞪口呆 连连竖起大拇指 我淡淡一笑 抬头看他一眼 哥们专业就是学这个的 最后一颗螺丝拧好 手机也能正常开机 首先冲入眼帘的 就是一连串的未接电话 都是我打的 把垃圾信息全部删掉 打开微信搜索我想要的 先是最近联系人 第一个是我 随后就是他闺蜜刘星 其他多余的人再也没有 我点开他跟刘星的连天记录 搜索关键词 睡下面弹出来一连串的相关信息 拇指滑动仔细观看 终于发现一条 星星 我今天喝醉不小心跟一个男人睡了 怎么办 啊 顾明知道吗 他不知道 怎么可能会让他知道 那你担心什么 他又不知道 你表现得跟往常一样就行 看到这里 我忍不住咬紧后曹牙 居然这么早就给我戴上绿帽子了 简直无耻 继续往下滑 不过那个男人给我的感觉不错 而且他也想跟我长久发展 那你准备跟顾明分手吗 不分 顾明对我挺大方的 而且人长得不错 月薪还高 那你千万不要被他发现了 我再放纵几次就跟他断了 呜呜 好舍不得 后面的我实在没办法继续看下去 我怕再继续往下看 我会突发心脏病情医院 放弃聊天记录 我转头翻起了短信和通话记录 结果我在手机店翻了一上午 都没发现变态男的具体信息 维修店小哥看我脸色越来越差 贴心地给我买了杯咖啡 我端起咖啡一饮而尽 把费用和咖啡钱付了之后就离开了 回到家后 唐日已经起床了 此时他正坐在沙发上 焦急地点着新手机 看到我之后 他立马站起身来 看向我拎着东西的双手 我的就手机呢 我把打包的饭菜放在餐桌上 疑惑地看他一眼 扔了 早上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扔哪了 我的手机卡还在里面呢 我装作恍然大悟 坏了 我就扔楼下垃圾桶了 这回应该已经被倒进垃圾处理场了 他暗暗松了口气 重新做了回去 算了 卡我重新办吧 就是有点麻烦 他见我面色如常 也没揪着昨天那点小事生气 毕竟新款手机拿到手里才是实打实的 我们俩坐在餐桌旁 看似平静地吃完了这一餐 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明天就要正常上班了 唐日吃过饭后就急匆匆地出门 他要把卡办出来 不然影响明天工作 工作日第一天 总经理十分开心地宣布 我们部门新来的项目经理 据说这位经理是行业大牛 公司花了很多钱才把人挖来 但新经理长相普通 属于扔在人群里找不见的那种 但是他的身材非常引人注目 薄薄的衬衫就像要被健壮的胸肌撑破 胳膊两边的公二投机也非常发达 看上去更像健美选手 我跟着大家敷衍的鼓鼓掌 在我们行业 技术比职位更让人幸福 但是这个新经理看我的眼神怎么怪怪的 我强迫自己压下心头的怪异感 可能是我的错觉 万一他对谁都这个眼神呢 好在精力是少 也不要求加班 下午甚至找不到人去了哪里 我处理着手头上的任务 手机叮咚一声收到了提示 打开一看 陌生号码居然又给我发视频了 怒气瞬间直打脑门 我打开安装好的监控看了一眼 这对狗男女正在我的床上进行生命大和谐 妈的 再忍老子就是孙子 眼看着距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 但我已经不能等了 甚至没有给人是发请假信息 肾上线飙升的时候 谁能顾得了这么多呢 公司楼下来了辆车就直奔住的地方 坐上了车 我已经冷静了一些 打电话叫上关系最好的兄弟铃声 顺带打开手机录像 今天必须分手 还要让唐蕊把之前花斗的钱全部还给我 铃声自己开的工作室 时间自由 他接到我的电话二话不说赶了过来 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他已经在那等着了 兄弟 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什么事 你一会就知道了我带他急匆匆的上楼 客厅门打开的时候 还能听到唐蕊的叫喘声 我看着虚眼的卧室门 喷得一声把门踹开 床上两个正在做运动的人 吓了一跳转过身来 我也因此看到了男人的正脸 啊 操 操 彤要跟我一起惊呼出声 他没想到我居然会被人戴绿帽子 而我 没想到给我戴绿帽子的 居然是新上任的项目经理 你他妈的 我上去就是两拳 给刘逸留下了两个乌青眼眶 啊 唐蕊还躺在床上叫个不停 身上的被子也被刘逸卷走了 我没忍住扇了他两个嘴巴子 你他妈还有脸叫 还有脸哭 老子送你进监狱 你信不信 他的旧手机还在我手里 里面居然有他跟刘欣 密谋骗我前的聊天记录 刘逸挨了打不仅不生气 脸上还隐隐露出笑容 我还想再给他一拳 被我朋友拦住了 好了顾鸣 别再动手了 我恨恨地打了空气一拳 指着唐蕊恶狠开口 你最好在我回家之前消失 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让你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 唐蕊脸颊肿胀 双手护着身上的隐私部位 愤怒地瞪我 你就是个野蛮人 我不想再看到他们 转头下了楼 楼下 坐在铃声车里 铃声不可置信地拍着我的肩膀 兄弟 真没想到你居然也会 被女朋友戴绿帽子 我想到唐蕊出轨的原因更气了 这是对我男性尊严的一种侮辱 我死都不会说出来的 他打开手机 看着之前录的视频 嘴里嘖嘖不停 这男的哪里比得上你 除了身上健子肉多两块 等等 不会就因为这个吧 我转头瞪了他一眼 一句话都不想说 铃声感叹了两句就发动车子 带我去了他家 我在朋友家里待了两天 公司不想去 家也不想回 刘蕊肯定是故意的 不然不会给我发那个视频 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逼我跟唐蕊分手 但是看他的行为 也不像对唐蕊有多深的感情 而且 我的相亲对象李晴 想来想去 想到最后只有一个可能 我开始头皮发麻 不会是 对我有意思吧 就在我陷入纠结 不能自拔的时候 我接到了我们部门经理的电话 顾明 你怎么回事 两天没来上班了 你是不想干了吗 我确实不想干了 但是离开了这个公司 我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回去之后找老板申请一下 看看能不能调去其他部门 老大 不好意思 实在是因为最近有点突发情况 这个你们刘经理也跟我说了 但是你也知道 这个项目现在是关键时期 离不了人 你也体谅体谅 多为公司想想行不行 我愣了一下 娜娜回道 明白了 明天就去公司部门经理 说了些客套话 我勉强应付了一下 电话挂断 我又收到了唐蕊的短信 想跟我分手也行 你必须赔偿我20万的分手费 和精神损失费 我看到这条信息都忍不住笑了 我还没管他要精神损失费呢 他倒真有脸说出这句话 我没心思再跟他掰扯 直接报了警 到底谁该赔偿谁的精神损失费 就有法律判定吧 太阳东盛西落 上台发言 忍不住笑了出来 本以为在他手底下工作会非常难熬 但是每次我抬头 看到那两只被我打得乌青的眼眶 我就觉得内心舒畅极了 临近下班时 心情好得忍不住哼着歌 其实说到底 我对唐蕊的感情也没有多深 当初也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多有对象 而唐蕊又刚好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这件事想通了 也就没有这么影响心情了 毕竟为了那种货色伤心 真的不值 扣扣 顾明 下了班一起喝一杯把刘逸顶着两只熊猫眼 站在我面前 我憋着笑 无所谓的点点头 能谈一谈最好 我也想搞明白他到底对我有什么目的 兄弟 唯一会要跟给我戴绿帽子的那个人去夜色 记得帮哥们把这点夜色是京市有名的酒吧 因为里面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 还有一个简称开吧 穿着清凉的小哥哥小姐姐在舞台上热舞 DJ一出门外 吸引着那些想要疯狂放纵的男男女女 刘总 有什么你说吧 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针对我 睡我女朋友不说还把我相亲对象也给睡了 刘逸点燃了一支烟 手里握着的透明玻璃杯微微晃动着成黄液体 他听到我说的话微微一笑 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手背轻擦过我的胳膊 我说是巧合 你信吗 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用手狠狠搓着他刚刚碰到的地方 你 我不信巧合会拍视频 会不小心发到我手机上 这理由 傻子都不会信 呵呵 那你说还会因为什么呢 他看着我的眼神炙热 就像看一个唾手可得的利物 我被他看得浑身发毛 理由在这个时候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的雷达疯狂提醒我快逃 我把面前的就一口闷了 准备开口跟他说再见 刘总 突然想起家里还有点事 咱们改天再聊话音刚落 我就觉得脑袋开始发昏 猛地对上刘逸那双乌青寒笑的毛子 我心里一惊 完蛋 菊花不保 随后就彻底晕了过去 正午的阳光直直照在我眼睛上 我感受着身下柔软的垫子 迟迟不敢睁眼 醒了 醒了就别装睡了 兄弟们都看着你呢 听到铃声的声音 我猛地睁开双眼 看到了床边围着的一圈彪形大汗 起身动了动 发觉身上没有什么不适 转头对上铃声憋笑的表情 他清了清嗓子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不干净了 哈哈 放心吧 兄弟们守着呢 能让那个变态得逞 我一脸菜色 心底也是止不住的后怕 如果我没多一个心眼给铃声发信息 现在说不定就躺在钢肠科的病床上了 麻烦你们了 得我好了请你们吃饭 朋友们这才笑出声来 一个个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其中一个大学同学 边拍床版边对我说 你真得感谢铃声 我们找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被那个变态拖进厕所了 要不是铃声把厕所门踹烂 你现在真要去看钢肠科了 哈哈哈哈 小顾 我现在总算知道长得帅的坏处了 哈哈哈哈 我以后再也不嫉妒你了 我是因为下药导致的昏迷 在医院躺了一会儿就没事了 来的这些朋友除了铃声还留在这里 其他人都赶回去上班了 铃声 那个变态最后怎么处理的 想到我差点被他压了 我就有点反胃 太可怕了 男孩子出门在外也要注意保护自己 我昨天把你送到医院就报警了 其他几个兄弟在那看着他被警察带走的 那就行 坏了 今天又没请假 部门经理不会真的把我开了吧 铃声看到我的样子就来气 你一个名校高材生 离了公司活不了了还是怎么的 发生这么大的事还想着上班 我瞪大眼睛看他 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部门经理最后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因为刘易涉嫌好几起迷奸案件 警察有义务告知公司 经理因为这个还来跟我道歉 小顾啊 是我对不起你 你那段时间不愿意上班 肯定是因为刘易骚扰你吧 现在好了 项目结束了 我给你安排几天假 你出门透透气哈 我接受了这几天假期 如果不是因为经理非要我回去上班 我还真不一定会出事 休假的这几天 我也收到了唐蕊的判决书 因为我们没有婚姻关系 所以那些出轨证据 并不能对他做出法律惩罚 但是恋爱期间 我为唐蕊花的钱买的东西 唐蕊都必须以现金的形式返还给我 唐蕊跟我一个学校的 就算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 也不会让这件事闹大 没多长时间就把钱乖乖还给我了 至于刘易 他是个惯犯 每次盯上一个人 就会想方设法的引诱 下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之前很多受害的男生 因为刘易手里的视频 选择人气吞声 现在他被抓了 曾经的受害者纷纷出庭作证 最后刘易被判了无期徒刑 走出法院的大门 我尝出一口气 所有的荒唐事总算彻底结束了 而且我跟铃声商量了一下 我们准备自己开一个公司 之前的那些朋友也都愿意入股帮忙 事业肯定会越来越好 至于感情 暂时是不敢碰了 但陈州策判千方果 并数前头万木春 全文完